1979年3月6号,农历二月初把正赶上二十四节气的景泽,当年还隶属于锦州市的姓城县一个片园的小村子里,一个婴儿在一对农村富富的家中降生,孩子生下来不会哭,给他接生的本家大姐倒提着小脚鸭派,打着小家伙的屁股,母亲问是男孩还是女孩,大姐说男孩,其实母亲十分想要一个女儿。 在连续几巴掌下来,婴儿哭出来人生的第一声哭声,没错,这个眼儿就是我,也为上农历的景泽,所以我母亲给我的名字里面带一个鞋印的折子,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到片远的农村,我家里的生活是比较拮据的,红糕粮米饭都不能每一顿都吃到,一到冬天炕上的低瓜穴子对麻了低瓜,宝密兵子护低瓜也就成为了常态化的惨食。 也就造成了我到现在都不吃红薯和玉米饼,我记忆力盛产对的豆腐一个对的人都去吃,每家都有一片自流滴,大米饭只有来贵客和过年才能吃到,饺子也只有过年才能吃到,所以我小的时候特别馋,经常到别人家去守嘴,因为这个没少被我马有几毛胆子揍。 从我能记事开始,家里就靠老爸每个月大几十块钱的拱钱维持,虽然家里穷,但是只有小学文化的父母给我立下的规矩,不许说赞话,不许去别人家守嘴,不许偷别人家的东西,但是被欺负了一定打回来。 打坏了扎果卖铁给他们吃,父母对我的期望很高,在给我上户口的时候把我的圣日改到了十月,为了我以后上学学习不好,能再复习,结果我并没有活成巴马所期望的那样。 出众毕业的我就放弃了复习,直接去购棒子学习了假电维修,我十六岁就走上社会开始了自己赚钱,识广然,岁月如梭,一转眼四十六年过去了。 想想从我走上旅行自媒体这条路,我有四五年没有在家过过圣日了,以前在家的时候,每年的圣日我妈都要早早地堵着我的被务,拿着煮熟的鸡蛋在我的肾上滚几圈,再给我把了皮,盯着我吃下去。 这几年一直在外面跑,我妈亲手给我煮的鸡蛋好几年都没吃过了,但是我过圣日不在家的时候,我妈肯定会早早地给我打电话过来和我说, 老儿子,今天是你省日了,骂住你省日快乐。 小的时候一到省日就觉得妈妈应该给我弄好吃的了,等我长大了,成假了,有孩子了才发现, 其实过省日是一个儿子孝敬妈妈的日子,孩子省日哪天,是妈妈从鬼门馆把自己的孩子解到这个世界的。 我们老家过省日,讲究的是农历省日,年龄是许岁,过了阳历洗年不长岁,过了蠢节才长了一岁。 今天是农历二月初吧,活着四十六岁省日,老妈的祝福如与而知。 我给老妈打电话已然找不过老妈,其实幸福就是我有一个家,家里有八妈,早抗共携手,下面两个娃,省日快乐,妈。 我给老妈打电话已然找不着老妈,早抗共携手,下面三个娃,省日快乐,妈。